大家好 我是威尔 欢迎来到X调查 一名参加选美比赛的女子在赛天某一天突然离奇失踪 与她一同杳无音讯的还有其母亲 女子的父亲是最后见过母女了的人 她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警方的怀疑对象 正当人们以为一切都是女子父亲所为之时 一件事情的发生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此案在法国非常有名 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 人们很想知道这对母女的失踪 究竟是否与男主人有关 它就是贝尼特斯母女失踪案 故事发生在佩皮尼昂 这是一座位于法国南部的城市 它东陵地中海岸 西街比利牛斯山脉 是两个多克鲁西勇大区 东比利牛斯省的首府 佩皮尼昂是一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城 这里有古老的宗教建筑 有古雅的村庄 还有环绕在佩皮尼昂的蔚蓝色的海岸线 是欧洲著名的旅游圣地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埃里森贝尼特斯 1994年5月出生在法国南部的蒙比利埃 这年19岁 她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 她的父亲名叫弗朗西斯科贝尼特斯 这年50岁 是一名西班牙裔法国军官 母亲玛丽和赛贝尼特斯 这年53岁 是家庭主妇 埃里森是一个十分爱美的女子 她想成为一名美发师 性格开朗的她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 夫妻俩从不缺席女儿有关的任何活动 对女儿呵护有加 埃里森有时会与好友们一起打排球看电影 每当女儿要外出 父亲弗朗西斯科 往往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 送女儿去她想去的地方 18岁的埃里森相貌出众 挺挺欲力 有一份稳定的美发师工作 有一天她向父母表示 自己想参加选美比赛 她从儿时起就梦想着成为荧幕上耀眼的明星 父母自然很支持女儿的这个想法 埃里森很重视这场比赛 为了全身心投入其中 她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美发师工作 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埃里森以初衷的外表 被赛事主办方认为颇具潜力 她也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 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参赛选手之一 她所参加的选美比赛是一个地方赛事 名为朗格多克·卢西勇小姐 朗格多克·卢西勇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旧大区 通常被称为法国南部 比赛前几名优胜选手 可作为地方代表 参加法国小姐的全国比赛 初出茅庐的埃里森 在比赛中斩获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在此之后 她获得了不少商业拍摄的机会 她的明星梦 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一年后 19岁的埃里森 再次斩获康福伦特小姐选美比赛的亚军 几个月后 新一届的朗格多克·卢西勇小姐选美比赛开始了 去年她得了第四名 埃里森的父母一直是女儿的坚定支持者 他们也参与其中 帮助埃里森在比赛前控制体重 保持状态 以及做一些必要的训练 一家人为了这年的比赛 做了充足的准备 目标是获得冠军 然后就在临近比赛日的一天下午 埃里森不知什么原因 突然离起失踪 与之一起失踪的 还有其母亲玛丽和赛 那天发生了什么 失踪案的背后 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退回到2013年的7月25日 2013年的7月25日 这天是个星期四 一大早有一男一女 来到了佩平尼扬警局 男子是50岁的弗朗西斯科 他表示自己的女儿和妻子 19岁的埃里森 以及53岁的玛丽和赛 已经失踪11天了 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他们 希望警方帮忙调查一下 警局里站在弗朗西斯科身旁的 是她的妓女丽迪亚 她是玛丽和赛与前夫所生之女 丽迪亚表示 母亲在11天前的下午5点17分 给她发送了一条短信 内容为 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但这样更好 我要和埃里森一起去图鲁兹 之后就再也没办法联系上母亲了 实际上在一周前的7月17日 埃里森的好友亚历山大 已经来过警局报案了 亚历山大告诉警方 埃里森在7月14日周日早上 离家前往了东面的卡内普拉日 参加选美比赛的赛前排练 这一年比赛共有12名参赛选手 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 每位选手都要参加 每周的学习表演等活动 这天上午的赛前排练活动结束后 埃里森表示 父亲弗朗西斯科会在下午接他回家 第二天还要参加比赛的其他活动 需要回去做一些准备工作 下午的时候 有不少工作人员看到埃里森 坐上了他父亲的车 还有人在附近的超市里 遇到过他们父女 到了第二天 埃里森并没有出席当天的活动 这引起了比赛主办方的注意 他们对埃里森的缺席感到很惊讶 因为埃里森非常重视这场比赛 绝不会错过任何一场活动 主办方尝试联系了埃里森 但电话打不通 于是他们联系了其好友亚历山大 但亚历山大表示 也无法联系上埃里森 对方手机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又过了一天 上午10点半 亚历山大还是没有联系上埃里森 他倍感担忧 于是前往了埃里森家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屋 位于佩皮尼扬西北部的 让里森平街 亚历山大敲了敲门 但没有人应答 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之时 楼上的一扇窗户打了开来 一名赤膊男将头探出了窗外 他身上还有未擦干的水 看起来刚洗完澡 此人便是埃里森的父亲 弗朗西斯科 楼下的亚历山大表示 这两天一直无法联系上埃里森 所以专程过来看看他在不在家 楼上的弗朗西斯科表示 女儿埃里森和他的母亲 玛丽和塞待在一起 前两天他们去了图鲁兹 这是一座位于佩皮尼扬西北部 200公里的城市 弗朗西斯科接着表示 可能是因为母女两 想要更好的享受度假 所以把手机关机了 此时的亚历山大总感觉 哪里怪怪的 直觉告诉他 在埃里森的身上 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 自参加选美比赛以来 埃里森每天都会频繁的 在推特和脸书上更新动态 然而从两天前的7月14号开始 埃里森就再也没有 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过动态了 亚历山大回到家后 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他一夜没有睡 他越想越不对劲 第二天一大早 亚历山大便来到了警局报案 他把发现的情况 向警方做了说明 但当时警方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原因是埃里森的父亲 弗朗西斯科已经明确表示 女儿和他的母亲去了图鲁兹度假 所以警方这天并没有立案 直到八天后 弗朗西斯科和妓女利迪亚 一同来到了警局报案 警方才确定了这对母女失踪 弗朗西斯科表示 自己和妻子的夫妻关系并不好 他们分居很久了 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不是同一间房间 7月14日那天 弗朗西斯科与妻子 玛丽和塞大吵了一架 之后妻子拎着一个手提箱 带着女儿埃里森离开了家 起初弗朗西斯科以为 妻子是在和自己怂气 母女俩在外待几天就会回来了 可他后来发现 妻女的生活用品都被带走了 接着他从妻女利迪亚口中得知了 母女俩前往了图鲁兹的事 弗朗西斯科接着表示 一周前 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人 来过家中找埃里森 当时自己并没有怎么在意 可是等了近两周的时间 母女俩还是没有回家 期间他曾多次尝试联系对方 但始终无法联系上 弗朗西斯科觉得出了状况 于是就前往警局报案 接报后 警方立刻对埃里森 以及玛丽和赛的手机信号 展开了追踪调查 两人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 是在7月14日下午 埃里森的手机 自他离开选美比赛参赛地 卡内普拉日后 就没有通话记录了 他的母亲玛丽和赛 在当天下午5点17分的时候 给女儿丽迪亚 发送了一条离别短信 之后也没有了消息 手机信号再次出现的时候 是第二天7月15日的清晨 手机信号出现的地点 位于弗朗西斯科任职的 军营区域内 手机信号短暂出现后 又消失了 这一关键信息 不得不让警方怀疑 两名失踪者 或许根本没有前往图鲁兹 由于埃里森和母亲 玛丽和赛都没有驾照 因此基本排除了 两人驾车离开的可能 在距离埃里森家 2.7公里的地方 为佩皮尼扬火车站 调查人员排查了 从埃里森家 到火车站沿途的监控录像 但没有发现两人的踪迹 两人的银行账户 也没有消费记录 看不出有生活的痕迹 警方有理由怀疑 埃里森和母亲 或许根本没有外出 而是被人谋害 母女俩失踪的16天后 警方将此案的信息 公布了出去 希望有人提供线索 失踪者 埃里森·贝尼特斯 19岁 身高1米74 身材苗条 褐色眼睛 浅棕色头发 失踪时 身穿蓝色牛仔裤和黑色背心 另一名失踪者 玛丽·何赛贝尼特斯 53岁 身高1米67 失踪时 身穿黑色衣服 埃里森是当地的选美猩猩 她与母亲的失踪 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当地媒体 也开始对此案 追踪报道 失踪者的家属 动员了亲朋好友 在佩比尼扬的街道 树林中寻找 他们分发传单 张贴启事 询闻路人 好友亚历山大 还将与案件有关的资讯 发布到网上 希望能找到这对母女 在法国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 失踪案发生 其中一些人是主动失踪 随着调查的深入 弗朗西斯科一系列行为 让警方产生了怀疑 他们把调查的重点 放到了她的身上 据查 弗朗西斯科有一位情妇 此人名叫 玛丽特雷莎加西亚 39岁 是法国驻西班牙 巴塞罗那领事馆的 一名安保人员 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 失踪案发生的三个月前 她与弗朗西斯科 建立了情人关系 在失踪案发生的两天前 弗朗西斯科前往了巴塞罗那 与情妇玛丽特雷莎 待在一起 随着该线索被披露 弗朗西斯科登上了 几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 有媒体认为 爱丽森可能意外地 得知了父亲出轨的事 然后把此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与父亲发生了争吵 之后父亲意外地杀害了母亲 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 她把女儿也灭口了 随着越来越多媒体的报道 此事在整个法国传开了 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弗朗西斯科又卷入了其他案件 一位来自法国南部城市 尼姆的报警人表示 她的妹妹西蒙娜奥里维拉 阿尔维斯于九年前失踪 之后一直没有定论 她怀疑当年妹妹的失踪不是意外 西蒙娜失踪时还怀着男友的孩子 而她的男友不是别人 正是弗朗西斯科 西蒙娜巴西人失踪时30岁 离异 照顾着四个孩子 她在尼姆市的一家酒吧担任培训师 与弗朗西斯科在酒吧认识 当时弗朗西斯科被军营派到了尼姆工作 两人开始交往并同居 没想到之后有一天 西蒙娜将自己的四个孩子 托付给了自己的亲戚 之后离奇失踪了 当年弗朗西斯科在接受警方调查时 表示西蒙娜在离家前与她吵了一架 然后带着家中几乎所有的财物离家出走 弗朗西斯科还拿出手机 给警方展示了西蒙娜发来的短信 对方说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西蒙娜案与爱丽森母女失踪案存在相似之处 但还没有证据将这两桩案件联系在一起 两人失踪的18天后 警方前往了弗朗西斯科的家中 眼前的弗朗西斯科身形销售 与此前魁梧的身躯有着很大不同 在得到同意后调查人员进入屋内 家中干净整洁像是彻底打扫过一样 调查人员在家中发现了爱丽森和玛丽和赛的护照 至此可以排除两人离境的可能 警方来家调查了四天后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早晨7点 在佩平尼扬的一处军营里 一位士兵清晨上厕所时 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只见厕所内绳子的一端绑在顶部的管道上 另一端一直延伸到窗外 士兵探出头朝下一看 只见弗朗西斯科身穿制服 以自意身亡 推测事件发生在凌晨 因为那时候士兵人都在睡觉 厕所现场发现了弗朗西斯科的遗书 他声称妻女的失踪与自己无关 他是无辜的 他无法忍受人们对他的各种声讨 所以选择了结自己 以示清白 除此之外 弗朗西斯科还留下了一段视频 该视频拍摄于一天前 由弗朗西斯科的妓女利迪亚协助拍摄 画面里的弗朗西斯科头发苍白 胡子拉叉 看起来十分憔悴 他的脸颊凹陷 像是暴瘦了十几斤 弗朗西斯科用浓重的西班牙口音 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他颤抖的说 我们是一个家庭 就像其他家庭一样 有高潮也有低谷 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爱丽森就是我的生命 如今有很多不确定 我脑子里装着很多不同的事 我坚持着坚持着 但我快要爆炸了 在视频的最后 弗朗西斯科强调 他希望妻女能尽快被找到 参与拍摄的妻女利迪亚 在视频中也多次出现了哽咽声 他不相信祭福涉案 认为他是被冤枉的 此外 弗朗西斯科在自己前 还给一些亲朋好友 发去了电子邮件 告诉他们 自己正陷于痛苦之中 弗朗西斯科贝尼特斯 1963年12月出生在 西班牙的阿尔赫希拉斯 父亲是医疗助理 母亲是家庭主妇 家中有四个孩子 弗朗西斯科排行最小 因此备受疼爱 由于种种原因 之后弗朗西斯科的生活 发生了改变 父母将他送到了 修达的一所天主教 寄宿制学校 该地和阿尔赫希拉斯 隔着直布罗托海峡 与摩洛哥接壤 直到弗朗西斯科 过完20岁生日 他才被父母 接回了阿尔赫希拉斯的家 23岁时 弗朗西斯科加入了 西班牙军营 一年后 他越过边境 以一等兵的头衔 加入了法国外籍军营 该军营由150个 不同国际的士兵组成 25岁时 弗朗西斯科在法国 东南部城市 马赛执行任务时 与港口酒吧的 女服务生玛丽和赛结识 她是一名单亲母亲 有四个孩子 弗朗西斯科时常光顾酒吧 只为见玛丽和赛一面 她会给四个孩子 带零食和玩具 因此孩子们很喜欢她 她为父亲 随着时间的过去 两人走到了一起 玛丽和赛怀孕了 孩子便是爱丽森 弗朗西斯科非常疼爱 这个女儿 他们在马赛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此时弗朗西斯科 与玛丽和赛并未结婚 九年后 34岁的弗朗西斯科 被派到了 马赛西北部的 尼姆执行任务 在那里 她遇到了23岁的西蒙娜 她也是一名单亲母亲 有四个孩子 弗朗西斯科 被西蒙娜热情奔放的个性 深深吸引 游走在马赛和尼姆 两座城市之间 但两个女友 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这样的双重生活 一过就是七年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七年后的一天 正牌女友 玛丽和赛 得知了弗朗西斯科 出轨的消息 为此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弗朗西斯科 与另一位女友 西蒙娜的关系 也出现了危机 两人也经常发生争吵 这年11月 西蒙娜因病住进了医院 几天后 就传出了 西蒙娜失踪的消息 西蒙娜失踪的两天后 弗朗西斯科 回到了玛丽和赛的身边 她向女友 以及孩子们保证 自己不会再犯错了 玛丽和赛选择原谅了她 两年后 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47岁时 弗朗西斯科的职位晋升 她带着家人 搬到了佩平尼扬定居 两年后的圣诞节晚上 女儿艾里森 在翻阅父亲手机时 意外的察觉到了 父亲出轨的事 她将此事告诉了母亲 玛丽和赛得知后 又与弗朗西斯科大吵了一架 这一次 他们吵得很凶 甚至提出了离婚 弗朗西斯科对妻子的态度很生气 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出轨 是因为妻子已经一年多的时间 没和自己过夫妻生活了 之后 弗朗西斯科从家搬了出去 住进了军营里 为了避免和妻子发生争吵 她只会在女儿想念自己的时候回家 至于那个出轨对象 她在离家后 就与之断绝了来往 一年后 弗朗西斯科在西班牙工作时 39岁的已婚女子 玛丽特雷莎加西亚 她有两个孩子 弗朗西斯科计划与妻子离婚 然后离开法国 去西班牙与情妇在一起 三个月后 她在法国又与妻子发生了争吵 之后便发生了母女失踪案 事情发生后 弗朗西斯科表现得很平常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她甚至在事发的五天后 将情妇玛丽特雷莎 带回了家过了一夜 一周后 在妻子亲朋好友的施压下 弗朗西斯科前往了警局 报告了妻女的失踪 她曾告诉妻女丽迪亚 自己和妻子吵了一架 所以妻子带着女儿 前往了图鲁兹 如果母女俩出什么事 她也不想活了 失踪案发生的半个月后的晚上 弗朗西斯科让妻女丽迪亚 协助她录制一段视频 并发布到网上 面对镜头 弗朗西斯科再次重申 女儿爱丽森和妻子 玛丽和塞的失踪 与自己毫无关系 她不该受到舆论的 无端污蔑和指责 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示清白 晚上十点 弗朗西斯科前往了一位亲戚的家里 她表示自己失去了活下去的念头 亲戚对她的言论深感担忧 想留她过夜 但被拒绝 五月十分 弗朗西斯科回到了军营里 凌晨三点半 她给情妇玛丽莎 打了一通电话 表示自己已筋疲力竭 为了让对方放心 弗朗西斯科给玛丽特雷莎 发送了一张照片 过了一回 玛丽特雷莎实在担心她 又打去了电话 恳求弗朗西斯科不要做冲动的事 电话里弗朗西斯科一直在哭 她一直重复的表示 女儿爱丽森对她来说就是一切 认识她的人都知道 她有多爱爱丽森 通话结束后 凌晨四点 弗朗西斯科在军营厕所自已身亡 三天后 玛丽特雷莎收到了 弗朗西斯科生前寄出的包裹 打开后 里面有一条紫色围巾 以及一张手写字条 上面写道 你以后会明白的 我爱你 玛丽特雷莎无法理解弗朗西斯科的行为 明明两人即将开始新的生活 但弗朗西斯科却这样走了 这让她感到无比惋惜和悲痛 玛丽特雷莎自始至终 都坚信弗朗西斯科是无辜的 然而警方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依然在收集弗朗西斯科犯案的证据 时间退回到失踪案发生的三天后 弗朗西斯科不知为何 突然决定将家里的冰箱运送到军营里 她邀请了一位战友来家中帮忙一起搬 战友在弗朗西斯科家中的水槽里看到了血迹 之后弗朗西斯科在商店里购买了许多消毒剂和腐蚀性产品 从母女俩失踪到弗朗西斯科去警局报案 中间隔了好几天的时间 理论上她有充分的时间作案以及清理现场 失踪案发生的五天后 情妇玛丽特雷莎来到了弗朗西斯科的家中 期间她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 好像是从窗外飘进来的 当时弗朗西斯科表示气味来自隔壁邻居的垃圾桶 警方认为气味并不来自邻居 而是房屋的一楼车库 车库或许就是第一犯罪现场 他们推断弗朗西斯科将妻女 藏在了车库底下的爬行空间里 之后警方在车库里进行了卢明诺测试 结果发生了荧光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 卢明诺发光并不一定代表有血液 一些漂白剂也有可能是卢明诺发光 在车库的地板上有一个活动门 下面便是爬行空间 但活动门的周围以及内部 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另外在车库底下的爬行空间 有一个化粪池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气味传出 在房屋的其他地方 警方也做了卢明诺测试 结果一些地方也发生了荧光反应 见识人员在卧室床脚下 提取到了微量血液 经检测属于失踪者艾利森 8月底警方前往了 弗朗西斯科任职的军营了解情况 有一位士兵表示 在上个月的时候 有近30张床单在军营中消失 而在7月底 有不少人看到弗朗西斯科 在军营的洗衣机房里 清洗地毯和沾着血剂的床单 弗朗西斯科给出的解释是 他解冻肉的时候 不小心将血沾到了床单上 调查人员有理由相信 军营消失的床单 或许被他用来包裹身体部位 见识人员从军营的洗衣机里 以及弗朗西斯科 从家中搬到军营的冰箱里 提取到了血液成分 经实验室检测 血属于失踪者艾利森 根据弗朗西斯科的汽车行车记录 在妻女失踪到他自尽这三周的时间里 共行驶了5000公里 警方通过调取弗朗西斯科 手机定位记录 发现他多次在晚上 出现在佩比尼昂的海滨度假圣地勒卡特港 之后警方在该地区展开了为期三天的搜查行动 他们搜查了松树林 琥珀以及海岸等地 但依然没有发现 他们猜测 弗朗西斯科可能把妻女 扔进了该区域的污水处理厂废水箱里 然后用某种化学试剂溶解 在对废水箱进行检测后 警方未能找到证据 技术人员检查了弗朗西斯科的电脑后 发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时间管理大师 弗朗西斯科除了游走在妻子和众多情妇之间 还频繁出入各种夜店 在弗朗西斯科曾任职的地区 除了发生过前女友西蒙娜失踪的案件 还有两双案件被怀疑与他有关 受害者桑德拉马丁21岁巴西人 他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1999年1月的一天晚上 与他的丈夫发生了争执 然后他向丈夫表示自己要去旅馆过夜 他离开了位于阿列日河畔塔拉斯孔的家 随后失踪 两个月后 一位渔民在距离桑德拉加几公里的河里 发现了一名女子 已无生命体征 经确认她就是失踪者桑德拉 法医认为她因溺水而亡 桑德拉的丈夫成为了嫌疑人 并被指控谋杀罪 结果法院判她无罪释放 之后桑德拉的丈夫致力于找出真相 在经过一番调查后 她得出了两种可能 亿万溺水或者自禁 但她不相信妻子会发生这两种情况 桑德拉有一位好友名叫西蒙娜娜 而当年西蒙娜的男友正是弗朗西斯科 事发的1999年 弗朗西斯科驻扎在奥德的卡斯塔尔诺达里的军营里 那里距离桑德拉的家 阿列日河畔塔拉斯孔仅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有人认为桑德拉的遭遇 与弗朗西斯科有关 还有一桩案件 2009年5月A9高速公路上 一名巴西女子在接待客户的房车内遇害 该女子颈部有勒痕因窒息而亡 当时弗朗西斯科就在离该处不远的军营里 尽管警方尽全力调查 但该案一直悬而未决 三名年轻的巴西女子在该地区所经历的厄运 或多或少都与弗朗西斯科有联系 然而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被起诉 随着弗朗西斯科的离世 真相已无从考证 关于弗朗西斯科是否与妻女的失踪有关 警方根据在受害者家中发现的线索 认为他杀害妻女 然后毁尸灭积的可能性很大 对此弗朗西斯科的妻女利迪亚表示 在洗衣剂发现的微量血剂 可能是衣服上的血不慎留在上面的 并没有什么奇怪 他自始至终都认为继父是无辜的 所以才会在悲愤下了结自己 时至今日 爱丽森和玛丽和塞的失踪仍然是一个谜 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 爱丽森当时参加的 朗格多克鲁西勇小姐选美比赛 在她失踪之后 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 选美比赛是在8月11日这天正式结束的 爱丽森有一位好友 她是网界该选美比赛的亚军 她也参加了这年的比赛 但是比赛结束后的9月10日 她被发现在家中自禁 原因不明 该时间点是爱丽森母女失踪的近两个月后 是弗朗西斯科自我了结的一个多月后 离奇的是这年比赛的冠军诺马朱利亚 在获胜的几天后因布亚赵事件 而被取消了当年的冠军头衔 纵观整个故事 相信很多人都会相信 凶手就是弗朗西斯科 理由就是那么多巧合 不太可能这样密集的 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 他有动机 有时间 有非常合理的形式逻辑 然后当我们去除所有感性的一面 从纯粹理性出发 证据似乎又不足以证明 弗朗西斯科是凶手 法院也从未认定 自然的凶手是谁 如果说光靠推理 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观点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 弗朗西斯科或许 与之前几桩案件有关 但这对母女的失踪 并不是她造成的 爱丽森事发时 正参加选美比赛 受万人瞩目 她非常重视这次比赛 并且很有希望获得冠军 然而她无意中得知了 选美比赛的黑幕 她感到非常沮丧 把此事告诉了母亲 以至于两人 后来遭到了杀身之祸 事发之后 人们的关注焦点 有且仅有一人 那就是弗朗西斯科 而这正是真凶所期待的结果 她利用了弗朗西斯科 与妻子存在矛盾这一事实 把矛头成功引向了她 而真凶就得以彻底仇身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可谓真真正正的实施了一场 完美犯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